今天收到了一台 东芝的 L7板 这个笔记本的键盘坏掉了 就是我们要跟它更换键盘 很简单的 做任何操作之前,首先先 拿掉它的电池 这里有一片键盘 从它的结构上面可以看出来 是由这三个螺丝来固定它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也是应该有 采写螺丝的地方 如果我把它这样子比上去的话 应该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如果不能直接拿下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两个位置有两颗螺丝 先不用管它,直接先拆 好,拆掉这两颗螺丝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前面 在这个位置 这根竖条可不可以拿出来 我们找一个其中的键帽 看着就已经松动了 好,这就是它的 竖条,竖条上面有两颗螺丝固定 这里一颗,这里一颗 就是刚才我们拆卸的那两颗螺丝 那这样录出了整个键盘之后 我可以拿掉它的螺丝 键盘固定了三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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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小心 好,我们看到这颗蓝色的贴片 是在这样上面的,这样下去的 那么更换键盘的话 也应该是这样一种方式 有一些灰尘 打开,把键盘固定了 确定到位以后 把这个卡片下去 扣住 把它压紧 然后,装上三颗螺丝即可 OK 装上它的扣子 安装好对应的螺丝 我们现在开机测试一下 新建一个文档 简盘测试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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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